因为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相声演员曹贺阳老师 欢迎 好了 特好奇啊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好奇地问一下 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就是 给我50万 曹贺给我50万 取我 曹贺没问题 50万 啪 拍出来了 您啊 您算了吧 您算了吧 然后我说 你们现在演出还有不安全的事啊 还有不安全啊 我们还是挺安全的吧 我们挺安全 他们有不安全啊 不了解 有演出市场那么乱吗 歌行说歌山 歌行说不了解 不了解 不能夹着 还有不安全 曹老师 我比较认同曲总说的 这男方确实是这个 咱说实话 仗义 意气 这都对 社会上交朋友都很正常 但是这恰恰是女方在钱上卡你的一个重要原因 她肯定是觉得你太大方了 她会觉得可能在婚后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 开始稳定地过日子了 还这样的话 可能对她的生活是没有一种保障 她其实想改变的是你生活的一种态度 但是反之又说女生 那如果 我说如果她真的特别爱你 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朋友也帮助她 不用父母 她真的借出来这一百万了 你们俩婚后要背上这一百万的债务 你愿意吗 你可以不回答 再说第二个问题 如果她在婚前把贷款全部都还 你甭管她怎么还啊 就是正常手段全部都还完了 但是房子没有你的名 你乐意吗 一样 那么50万彩礼不要了 你拿你准备这50万彩礼 去帮我把房贷还上 你愿意吗 其实俩人就没有就是协商好 也没有沟通好 各有各的难处 但是刚才说的我个人觉得 除了这个彩礼跟结婚这事以外 其他全是鸡毛蒜皮的事 就是没掰着清楚 反正我支持曲总 你们俩可以再试一试 但是一定要冷静想清楚未来如何 那鸡毛蒜皮指导一个问题 就是不够爱 对 这问题还挺大的 曹老师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你真坐在我们这儿的时候 跟在电视机前看似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要多录几场这个东西 你们能出特别好的相声段 我现在 特别生 已经有了是吧 包裹都有了是吧 创作欲特别特别放生 我真的没有 来咱们节目太 就是那种新鲜感 特别强 就真的没想到 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 各种琐碎的事情 两个人通过日积月累 这矛盾逐渐升级 其实你要单练哪件事都特小 对 时间长 完了 有的时候就解决不了了 但是我是觉得 男孩有可能 有可能出 男出 女不出 因为毕竟可能广泛意义上来说 男孩只要大大咧咧的 觉得有问题我就解决呗 那可可能有这种性格 但是我觉得女孩 从刚才她的所有表述里 可能是真的对男孩的 一些生活方式 还有对未来的生活 有没有保障 她会有很多想法 她就觉得这个人不合适 对 已经劝到这程度了 我觉得她更应该冷静地去想一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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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